球队比赛的各位观众 完成的赛前仪式确实很精彩 今天天气也很好 好久没有这样的天气了 这样的天气真是好到没有朋友 双方的球迷也是忽不示弱 现在气氛真的是热烈 我们感觉这样的天气 冲个咖啡 看个比赛太爽了 好了 一起来看比赛 瓦尔图的巨龙球场 与里斯本的球场感觉略有不同 阿根廷的国歌响起 阿根廷的国歌响起 激动人心的国歌 现在演奏另一国国歌 好啊 比赛已经打下了 河南对阵阿根廷 老佩 他很擅长地用身体啊 在力量上确实有优势 布林德 起球 赶紧的解围 看谁能得到皮球 在船回中路 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 雷西 安哈尔卡拉亚 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 得分的机会 直接上门 我数得很清楚 就差五根逃法子就进了 我想门将已经很清楚 自己已经鞭长莫及 算是幸运地逃过一几 是的 拼奖那一下 把他拉倒了 雷西 阿根廷 尽管控球时间不少 但似乎找不到攻击点 一开始组织还不错 可惜就是打不到前场 打到前场就被断了 双方纠缠在一起 球丢了 究竟谁能抢到球呢 老塔罗马丁内斯 将球传到边路 球打到中路 围急之中将球结尾 他选择攻门 合配 防守漂亮 太及时了 直接长传 没了没了 本来组织的还是不错的 中场休息的事讲了 由于没那么破门 相信双方的教练 是有很多内容需要总结的 虽然没出现进球 但是比赛的过程啊 过程没 上半场 给您老人家的印象是什么呢 教练应该换一两名 有创造性的球员 他们现在需要更多的 往前方送球 场面毫无进展 比分仍然是0比0 我们再次回到比赛 目前双方都未能打破僵局 接下来比分会被改写吗 奥塔门迪 一记长团 来 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 没息 不好啊 这个球处理的不够合理 浪费了一次机会 老佩 雷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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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伸出一脚将球断下 德佩 德佩 布林德 少项球马 攻进球了 他会不会是绝杀呢 反击就待这么打 迅速果断毫无留情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 是一个非常震撼的反击 优优独特 荷兰 取得领先 这个时候丢球绝对是不小的打击 不过落后的一方仍然有足够时间来挽回败局 将球转移到了前场 球失去控制了 看谁先抢到 我觉得现在必须全力前压 看能不能制造扳平的机会 这个时候后卫也必须顶上去 得配 身体优势啊 这点让对手很吃亏 替补齐有动作 应该是要换人了 虽然他的体力已经耗尽了 不过斗志还是相当旺盛 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他也没有放一分之一 他也没有放一分之一 有没有放一分之一 跳起头脚 有一次没有打进 他们有无数次机会可以杀死比赛 但却一次又一次将机会浪费掉 也许不会影响结局 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呀 奥塔门迪 我想许多人都发现了 比赛现在明显的缺乏紧张感 在这个区域长时间拿球 创造不定的机会 奥塔门迪 尼古拉斯塔利亚菲科 这个断球干净利落 张尼古斯时间一到 才能放声响起 多么有趣的比赛 过程令人目不暇接 时间也过得很快 可最后尘埃落定 却只有一个进球 尽管过程非常艰难 但是他们还是取得了 十分之一